凡夫最大的毛病 占有控制 放下占有 放下控制 你就得自在 虽然我不敢说得大自在 你就相当自在 你跟一般人决定不什么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能看出你的形象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欢喜 你快乐 你自在 能看得出来 你们有忧郁 你们有烦恼 你们有牵挂 你除世待人见无态度 自然跟人家不一样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真诚 真诚恳确信待人见无 那怎么会一样呢 到这个时候 逐渐逐渐 你的灵性 慢慢会透出来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感应 所以说 佛际吱吱吱 这是感应 对 我们是否认为